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15% 重新回到1700点的一个上方 那么粮食成交呢 4238亿啊 比昨天呢 有一个放大 那么港资呢 今天这个流入 进流入特别多 有76亿 那么港资的一个进流入背后呢 这个昨天啊 财政部呢 关于这个深户港通啊 这个啊 投资者呢 在转让所得税方面呢 继续延续前期的一个优惠 那么也是政策层面的一个利好 那么当然了 今天这个进流入 另外的一个原因啊 我觉得呢 跟这个 这个年底12月份呢 机构啊 通过这个 海外机构通过深入港通的提前布局 这个A股啊 明年的一些大热点啊 科技啊 这个跟金融有关 好 那么后面呢 需要关注这个成交的一个延续性 那么户指呢 一度反弹在2900点呢 但是啊 这个 这个受到一个阻力 好 那么明天呢 也要进一步关注2900方面啊 能不能这个放量涨过去 那么科技股大涨呢 这个领涨板块有通信 啊 电子元器件 计算机跟汽车 汽车板块 啊 领跌的呢 是贵金属化纤石油化功能源设备 那么今天呢 这个通信股啊 这个找盘呢 实际上这个涨幅是要啊 次于这个电子元器件的 但是呢 啊 电子元器件在5后呢 出在尾盘前呢 出现一个资金获利兑现 啊 那么有一个尾盘下跌啊 所以呢 涨幅缩窄 啊 令到呢 这个科技啊 这个通信板块呢 涨幅低 那么实际上呢 通信板块在今年累计涨幅来看的话呢 还是比较低的 啊 在众多板块里面 那么年底呢 啊 也不排除有一个中小串 啊 这个板块里面中小 真中小啊 市值股份的一个技术性反弹呢 会有一个较大的弹性啊 那么也不排除呢 明年5G正式到来呢 这个板块还有了啊 有机会这个异动啊 这个受惠啊 数据的一个啊 需求的一个增 啊 爆发性的一个增长啊 预期 那么电子元器件板块呢 啊 今天包括啊 无线狼窑耳机 这个啊 连气啊 连线啊 这个这个连接器啊 高端连接器啊 以及呢 一些CIS的一个芯片啊 这个股份呢 都是涨幅靠前的 那么计算机板块呢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啊 超跌的一个反弹啊 今天的一些啊 中小市值股份技术性反弹呢 涨幅比较靠前 那么汽车板块呢 啊 最近汽车零部件板块啊 啊 在底部呢 连续的一个上涨啊 相信呢 也是跟市场博啊 这一种这个啊 技术效应的一个反弹这种预期啊 那么另外呢 这个贵星属板块 昨天大涨的黄金呢 啊 啊 随着隔夜这个紧张 避险情绪的降温呢 啊 出现了一个调整 但是呢 竟然是维持一个声势啊 那么 呃 距影不堪 港资呢 今天大幅静流入啊 跟这个政策呢 有一定关系 那当然啊 也是啊 市场呢 进入到了一个明年的布局窗口期 那么主要主要呢 是科技股造好 那么左边这个图呢 可以看到在2870这一个点的附近呢 是年线啊 出现了一个MACD呢 啊 有一个技术性访谈的一个很强的信号 也容易吸引资金进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要看这个资金的一个啊 流动性层面啊 那么隔夜的资金呢 实际上现在还是比较宽松的啊 那么加上市场呢 会预期明年初有一一轮这个降准啊 啊 这种预期啊 那么政策层面呢 这个中下旬呢 有一个经济公司会议啊 所以呢 市场呢 也有一定的一个涨望 那么加上呢 这个中美方面影响风险偏好的一个事件啊 啊 在昨晚呢 又有一定有一个新的转机啊 就是特朗普呢 又涨 这个现在谈得还不错啊 那么 啊 也无可能签啊 但大家也觉得呢 他这个仿布场也习惯了 那么在收盘之后呢 刚刚这个啊 商务部呢 表示 如果中美呢 要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呢 应该相应的降低这个光税 好 那么这呢 等于说是回应了昨晚的一些外围的新闻啊 那么是一个偏利好的一个消息 那么人民币离岸价呢 也是有一个啊 拉升啊 那么这呢 应该在今天的市场里面呢 我觉得有啊 提前的这个反应啊 但是呢 从趋势来讲的话 那实际上这个谈判呢 啊 现在呢 还是不能这个妄下定论啊 毕竟呢 这个大的一个增量资金呢 并没有说啊 立马打了进来 所以呢 高位的一些国还是要紧防追高 啊 那么这里面呢 呃 主要说这个有转机的一个更为有利的支持啊 我觉得呢 就是最近这个美国的一个经济数据呢 是连续的不及预期 包括呢 这个11月份的ISM啊 制造业跟非制造业这个指数啊 都是差于预期的 那么另外呢 也也有这个ABP的一个小飞农数据呢 同样也是不及预期 那么关注呢 这个礼拜五的一个飞农啊 数据到底怎么样 那么这呢 反映了这个啊 美国的一个制造业疲弱啊 加上呢 这个中美贸易纷争的一个影响呢 正在向消费这块传导 所以呢 这也会令到这个 我觉得会令到特朗普啊 这个啊 施压背后的一个恫吓的一个能力啊 是受到削弱啊 啊 那么实际上呢 也有望市场对于这个啊 预期谈判向好的一种冲情的一个加强 那么另外呢 市场也看到猪肉价格呢 国内连续四个礼拜的一个回落啊 反映的就是啊 这一种通胀预期担忧的一个减少啊 也有助于风险票提升 那么就在刚刚呢 一些这个机构的一个发言人呢 在上海啊 一个论坛上面也提到说 啊 现在呢 是进入到一个技术性反弹的一个窗口啊 那么前期超跌的一些中小创呢 啊 跟一些啊 周期股如果在这个啊 经济有所回暖的情况之下呢 将迎来啊 可观的一个啊 迎来这个反弹的一个机会啊 那么我觉得呢 这也是啊 一种市场气氛的一个反应啊 的一种这个啊 这种说影吧啊 所以呢 近期的一个上涨呢 也啊 这个大家可以也可以 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这样的一些这个这个原因 那么进一步看呢 今天这个焦点板块呢 应该就是电子元器键板块了 那么应该说呢 这是科技板块呢 今年这个最强势的一个指数 从年中年初的一个相对低位呢 升到今天呢 就很快呢 又要创出一个新高了 在这个位置上 如果这个新高创上去呢 基本上呢 就是年初那样的一些高位 并且呢 现在的一个量啊 是在不断的堆叠起来的 好 那么这个资金蜂拥而入呢 有望新高吗 好 那么昨天呢 国内的一些机构呢 就针对一些这个主要的科技股啊 去对他们进行一个估值的分析 那么结论来看呢 如果按照未来五年到十年呢 实际上科技的一个核心估值并不高 这个跟这个消费股的一个估值比起来的一个溢价呢 更是比较低的 所以他们认为呢 科技股啊 在单前呢 如果时间放的够长 实际上呢 是估值不高的 那么仕途呢 我觉得是一种空中楼阁理论的一个 一种这个运用的一个案例 的一个 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呢 大家也要 就是一种信仰吧 如果说钱够多 这个媒体渲养之下呢 这些个股估值的确有可能再高 但是呢 现在从风险收益比来看的话呢 一些中小串 科技股啊 在下面的一轮访唐的一个机会啊 我个人觉得是会更大一些的啊 尽管说他们后面要面临着 比较大的一个啊 基本面的一个震伪的一个可能性 那么第二个呢 政策传面呢 昨天这个内地的一些新闻报道呢 国家现在正在这个啊 抓紧编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啊 那么涉及到50多个战略领域 那么这呢 也是啊 中长线的啊 这个经济转型里面 要大力扶持科技 这个行业方面的一些政策利好啊 有利于这个市场的一个情绪 那么从更加微观层面来讲的话呢 那么今这几天啊 这个苹果呢 啊 这个手机产业链巨头 包括华为呢 是发布了很多关于自己的一个新品 啊 那么具体都不赘述了啊 但是呢 这个时候呢 希望大家也留意到 这个需求端呢 5G的一个换机潮啊 从投资角度来讲呢 现在这个月呢 正好是比较好的一个啊 关注或者说部署的一个时间节点 因为明年呢 这个大概率呢 这个5G会迎来非常大的一个换机潮 啊 那么将带来这个非常可观的一个收益啊 这个需求 尤其呢 是对一些啊 比如说镜头啊啊 这个触控马达啊 或者说呢 周背一些这个手机产品 包括连接啊 啊包括这个连接器啊 啊还有这个啊 和窗戴式的 比如说背压 AR还有这个智能手表啊啊 智能的这个 狼牙耳机啊等等啊 那么这些呢都是一种需求啊 会比较大 在后面几年 尽管明珠啊 最大的风险呢 就是明年这个需求更换布局预期了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呃 这个线下来看这个确定性还是比较高 那么另外呢 再看这个供给方面啊 实际上呢 现在不少这个电子元器件领域啊啊 是有一些部件 比如说呢 这个啊 高端的一个连接器啊 比如说呢 这个之前讲过的啊 镜头的一个芯片CIS啊啊 从中低端高端呢 都出现一个厂能紧缺的情况 那么这呢 跟过去啊 这个一两年呢 啊 这个芯片晶圆投出资本开支呢 缩减啊 周期相对底部啊 带来的一个厂能不足有关 也跟这个日航的一个半导体纠纷有关 那么这呢 导致啊 现在这个市场 甚至在憧憬呢 明年这个相关的一些啊 电子元器件的一个需求啊 将会迎来爆发式上涨 那么近期的一些啊 特别芯片的一个需求涨价呢 也是能够啊 交叉验证这一点啊 那么反映的市场的一个预期 在变得越来越这个热情 那么这点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明年最大的风口呢 应该还是在智能窗带这一块啊 尤其是啊 狼牙耳机跟手 跟这个电子手表啊 等等这一块 那么今天呢 包括这个漫步者呢 是继续涨停啊 表现非常强势 那么当然还有共达啊 电电声啊 等等的一些TWS指数啊 包括CIS芯片呢 啊 金方科技呢 今天也是有一个大涨啊 其他的一些高端连接器呢 比如说行为通信啊 比如说呢 力信精密 今天股价呢 也一度这个大涨 那么当然了 还有一些半导体 封装啊 一些相关个股的表现 也不错啊 比如说这个长电科技啊 这个通腐微电啊 那么此外呢 一些啊 CPU啊 处理器啊 包括呢 一些啊 天线啊 这个设备商啊 这些呢啊 今天呢 都有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啊 那么如果从一些啊 厂家比如说玻璃兰斯科技啊 比如说这个长银军命啊 这样的一些最近的新闻报告来看呢 他们都是处于一个盲场啊 这个的一个情况 主要也是为了应付啊 明年5G的这个换机潮啊 所以从多方面的一个 交章认证的一个数据来看呢 啊 我觉得今天的一个板块的爆发呢 并不奇怪啊 但是呢 后面的一个风险就在于啊 今天股价的集中爆发呢 是引来了尾盘的一个盈利估压 毕竟呢 这一部分呢 在今年呢 已经是有非常多聪明的资金提前介入 啊 涨幅也到达一到两倍左右 啊 那么明年的一个窗口呢 我觉得三月份左右呢 有一个炒业季的一个窗口期 啊 那么现在呢 应该就是起点啊 那么当然大家这个在 愿临近的时候呢 应该选择这个止盈 要不然呢 倒是可能这个风险会比较这个大 好 那么上面提到这个个股啊 没有持有 那么明天的节目里面呢 好 我们再见